同盟村清水溪灾害附件工程因为位在木瓜溪河川区域县 以及水利法的相关规定 灾害工程没有办法实地施工 为了解决地方重大公共工程的新建案 立位扣文集的国会办公室主任杨清四 邀级的中央单位华联县政府还有秀林香公所前往线刊 经过了实地勘察讨论之后 获得水利署及第九河川区允诺 要全力来支持协助配合华联县政府工程单位 如期举办施工 有关同盟民隧道下边坡机脚设施 应允为木瓜溪河川区域县 以及水利法的相关规定 灾害工程无法顺利施工等问题 举委扣文集国会办公室主任杨清四 邀请了原住民主委员会 经济部水利署 同委会水保局 华联县政府建设处 原民处秀林香公所 秀林香民代表会 同盟村 门南村办公处 前往现场会刊 经过实地会刊讨论以及协调之后 获得水利署 以及地球核专局 允诺 全力支持 协助配合地方 跨离县政府工程单位 如期办理施工 在我们同盟村的民税道的一个灾害工程 那今年我们也特别开工了 整个工程里面大概将近两亿 那在县政府执行层面上的话 因为涉及到一些上边坡跟下边坡的一些权责问题 那特别跑到我们木瓜区的上游这边来讨论 那在经过我们讨论这个中间里面 非常谢谢我们的水利署跟地球核专局 愿意来协助 之前里面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前面的来支持我们华联县政府建设处的这一项的工程 那目前现在他们正在积极来协调 如何将权责跟法规上的能够突破 来协助让这一次整个灾害工程顺利完成执行 另外第二个层面是我们今天也特别到了 温南村的第一岭的部落这边 因为它严重的刷坡 土方一直不断的在滑落 那在经过跟我们言明会这边讨论之后 言明会这边愿意支持从我们前站计划的文件站 周边设施环境设施改善工程这边来协助来帮忙 那我们这个部分来讲是由我们的县政府负责规划跟执行 那当然这还涉及到两个层面 另外一个是跟交通部公路总局的台九丙线 那另外一区块是针对我们九合局的木瓜西这边将来土方上的一个协助 那这个部分县府也会积极在近期之内里面 就是发文由这两个单位 甚至我们办公室来协调 能够尽速的来解决目前我们部落的安全堪与的问题 六月空击国会办公室主任杨琴斯表示 服务团队都会不定时的前来花铃线来了解地方的需求 对主人们的地方建议 国会都会进行列策 也会持续的巡视来追踪 希望能够来造福地方改善主人们的生活环境 记得继续小伙伴老